轻动台风丹纳斯逼近台湾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随即完全一级开设 行政院长苏贞昌17号亲自坐镇 听取各单位防台报告 也和远在友邦盛文森访问的蔡英文总统 跨海报告防灾情况 因应台风的需要蔡总统也直接授权 国军在防灾及救灾方面 由苏贞昌院长直接下命令指挥 我们料底从宽 一定要做最严谨的态度面对 现在因为台风将来 所以总统特别的关心各项准备工作 我有跟总统报告 我们已经开设在防救中心 同时各项物资人员都已经到位 现在一切正常 所以请总统放心 中央气象局预测台风入境 未来丹纳斯有很大几率威胁台湾东部 台风未来发展较有限 以轻度台风影响台湾的几率较高 但外围环流偏大 水汽多 各地人应盛防局部的好雨及强风 在东部东南部及东南部的地区 会有局部的好雨发生 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需要注意 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关注 台风首当其冲的南部东部县市 要求这些地区需严防长浪影响 避免海域相关活动 也呼吁地方和中央合作 原始新闻喜故 许章荣新北新店采访报道